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是家老師 我是佳老師 現在人是在台北的街頭的某一間餐廳前面 然後晚上九點半 我還沒有吃晚餐 因為今天工作的比較晚 然後我跟朋友約九點半在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是平常營業到晚上十二點 然後六日可以營業到晚上兩點 來看看吧 其實這是一間洗衣店 這一間就叫做路易騎洗衣店 你沒有聽錯 它是一間餐廳 它不是洗衣店 可是它名字叫洗衣店 但是它是賣吃的 這一間是大家認為CP值非常高的一個餐酒館 就是它的酒很便宜 我們看看一下它的焦酒 一杯喔 就是一百五十塊 啤酒六十五塊 紅酒四百五十塊 據說是一整瓶 不是一杯 六百塊也是一整瓶的酒 這很crazy你知道嗎 這通常不可能發生的 然後再來它前面這一個餐點的部分 是一整面的餐點 有二十八種餐點可以選擇 每一個也都不貴 都是一百多塊一百多塊這樣 所以跟朋友一起來的話 就可以吃各種不同的東西 大家點來一起share 因為它的份量沒有非常多 我之前跟Eric來過一次 好 現在我就要來點餐 它剛剛跟我介紹的這個菜單 它上面都有數字 這個上面都有數字 喔 謝謝 然後它是照著這個數字 來畫你要的餐點 我想要點一個夏季黑松露草葉菇 三號 一百八十元 然後油風鴨也非常推薦 是六號 一百九十元 西班牙蒜味辣蝦 一百八十元 七號 然後海膽燉飯 我不愛吃海鮮 我怎麼愛吃海膽 十號 兩百二十元 再來是 阿烤大爐轉 十八號 一百八十元 感覺要點個飯欸 因為這麼餓 啊有啊 海膽燉飯 好 啊 可是沒有點到牛欸 五盎司 敘古牛小排 先這樣好了 免得等一下爆炸 好 然後在他的Cocktail 他的調酒部分 一杯是兩百二 我要點那個 他說比較清淡一點的 免得等一下我發瘋 一二三四五 五道餐點 然後一杯飲料 然後等我的朋友來 他聞起來就是一種 很清香的味道 感覺就是那種 如果你不是很敢喝酒的人 你就可以試試看 因為他 嗯 非常好喝 像果汁一樣的那一種 香到爆炸 欸 香到爆炸 不是這個菇那麼多 一百八而已 欸 不行這樣講 你讓人家都會覺得說 啊不然菇是要多貴 可能會有人覺得 不是嘛 一般很多的餐廳 會更貴嗎 我意思是這樣 這間是CP值高助理 來 先吃一個這個黑色的 欸 完美手勢 哈哈哈哈 你快吃 你快吃 他 他收入味道超濃的 嗯 天啊我快餓死 是不是很好吃 是不是就皺沒了 哦 整個一個不得了 來再來這一把 這一把黑黑的那個松露醬有沒有 王美手吃 好對不對 Amazing amazing 好 接下來這幾道 給大家看一下這是 海膽 海膽燉飯有沒有 海膽 好 再來一次 蘆筍 他說推薦蔬菜類的話 大家很喜歡點這個蘆筍 你知不知道這蘆筍有多大汁 感覺會吃起來有多大汁嗎 沾一下吃玉魚醬汁 太多汁了吧 哇這個蘆筍呢 嚇死了 這是蹄魚 蹄魚 奶油蹄魚醬汁 欸 蹄魚醬汁 好像吃他好吃 哎呦 各位朋友來到這個 海膽燉飯的世界好嗎 來 海膽醬汁 挖一口海膽 配一口海膽燉飯 老闆海膽給我鋪滿 你不要只有中間放一塊 我發現那是什麼意思 你沒有鋪滿我怎麼配 我這樣每一口都要有啊 我怎麼配 生氣 不是 那海膽太算好吃了吧 很濃郁的發火 不是 我跟你講 這一道燉飯坦白講 是蠻清爽的口感 然後呢 清爽的飯有沒有 一旦挖了這一點海膽 下去之後 豬羊變色 這這麼輕鬆 亂七八糟 就跟你說這個平台 不是美食頻道 就跟你說這個不專業 你又不相信 豬羊變色 好不好 謝謝 喔 真的好好吃 我真的好喜歡這海膽 這種東西就是很想買一盒 然後在家裡一直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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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以為我平常都這樣挖 本人沒有買過海膽好嗎 請點吃家客家的 比較甘味 可以嗎 好 我們來吃一下 油風鴨腿 他上 他有跟你講說 這個油風鴨腿 還要搭配他旁邊那個 大蒜 大蒜就是 喔 我好喜歡吃大蒜 我不在乎我的嘴臭不臭 我只在乎有沒有吃到大蒜 所以我還點了蒜蝦 This is amazing 這鑽子超好吃 它蝦子超過大隻 然後又新鮮又脆又彈 蒜又香 吃的時候就要這樣子 碰杯 我以前年輕無飲酒 好了 我們小鳥餵二人煮 現在已經吃完這個晚餐了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我們就是一直叫 哇哈哇哈哇哈 然後吃完就是 哇哈巴巴 但是呢 甜點是另外一個味 我們剛剛本來想說 是不是沒有甜點 但是發現了菜單上面有什麼 精選甜點 A 按 B 點一個就是兩人煩 怎麼辦 你要點什麼 我都可以 江老師最甜點是非常要求的 我們一起講數到三一起講 看有沒有一樣答案好不好 好不好 你壓力很大 快點囉 來 一二三 B 你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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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老闆 我要一個提拉米蘇 謝謝 你們該不會以為江老師喝芒了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們就太不懂我了 我竟然是不需要酒精的 OK 我本身就是酒精 我看起來真的很想喝醉 可是我真的沒有 我要怎麼解釋 是不是沒有辦法解釋 我說我沒有醉啊 我沒有醉 我沒有醉 然後他就是醉了 哈哈哈哈哈哈 這對姐來說 就是果汁 他們說我嚇壞 不好意思我嚇到人 欸我問你 提拉米蘇跟奶酪 你比較推薦奶酪 我比較喜歡提拉米蘇 跟著姐點的東西 從來就不會有問題 我朋友在對面已經笑到他發瘋 我們剛剛一直在那邊講 不知道是什麼鬼東西 講說我的腳不是用來走路 對我在講說台北人真的很會走路 你們真的很厲害 我是台中人 我習慣的就是 我的腳不是用來走路 我的腳是用來踩踏板的 我的腳是用來踩踏板的 你們說 欸 騎一下子要走一下就到了 沒有沒有沒有 五分鐘不是一下 五分鐘太久 我從來沒有走超過五分鐘的路 就是要一下車就到 那才叫很近 好不好 我腳只能從校門口走到校 學校裡面 就這樣 就很久了 太久了 我甚至不知道不能開進去 哈哈哈 天啊你們真的好會走路喔 你們真的很棒 難怪台北女生繳得這麼細 在那邊是走路 他一直呈現一個笑到瘋掉的狀況 他看起來才像喝酒好不好 他才一個是 你是有喝酒嗎 你是點果汁嗎 對 那你在自己在那邊夾還是什麼 這樣 傻眼 我知道這是一篇對大家來講 是一個美食的美食裡面 但是我現在發火了 等一下我現在來問 那個是 有招待奶酪是給你們的 哦 等一下我尖叫太大聲了 哇 你看 有一定是因為我太漂亮 哈哈哈 不行今天有朋友一起來 我要說 因為我們 我們 太漂亮了 好我們等一下拍一下 Tirame Show 我還沒講我剛剛在生氣什麼 我朋友呢 他是花蓮人 然後他一直都住在台北 然後他回花蓮 這一次過年回花蓮的時候 就被蚊子咬 然後引發了全身性的過敏 哈哈哈 因為他說他這個人 只要被蚊子咬就會過敏 所以他就說 哈 我真的只能住台北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 台北沒有蚊子啊 哈哈哈 這在哈囉 你是在哈囉嗎 台北沒有蚊子 誰告訴我一下 是我有問題還是有問題 台北有沒有蚊子 請在下面留言謝謝 然後我要吃提拉米蘇壓壓驚 我真的嚇到了 好的 那現在換姜老師 來為這個提拉米蘇 做一個評論的時間 大家都說我這是一個 非常專業的美食平台 OK 我們先看到這個提拉米蘇 哈哈哈 手指 哈哈哈 太多餘了 這樣 大家有看到嗎 挖下去喔 喔 喔 我很喜歡他們的觸感 OK的 OK的 很多層東西 最下面的是那種 泰皮餅乾 然後中間是提拉米蘇 上面是巧克力粉 來 非常好吃 哈哈 等一下 哈哈 哈哈 非常好吃 我跟你們說 等一下這看的好可怕 哈哈 不行我是女神 不行我是女神 我覺得會有人哭 會有人說女神崩壞 嗯 有咖啡 然後在它最下面的那一派皮 其實不是很酥脆那種 而是一種 濕潤的口感 怎麼辦要怎麼形容 我覺得它上面那一層 巧克力很好 粉 對它粉 它粉的味道是好的 它不是便宜的那種 就是不是廉價巧克力粉的style 而且我覺得 它的那個萊姆酒 沒有酒味沒有非常重 我覺得沒有很重 對 就是然後你會放在奶香味 對就是奶香 欸 你比我還會 欸 怎麼搞的這個人 好的 今天餐廳就分享到這裡了 那你今天最喜歡吃哪一道菜 我最喜歡吃咕咕那一道 真的喔 松露 那個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蝦子也很好吃 然後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海膽 海膽 海膽也很好吃 對 然後呢 我覺得甜點 我覺得甜點也表現得很棒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分享按讚留言 任何問題都會回來 你們最重要的就是 訂閱我們打開小鈴鐺 掰掰 你好專業